中演團 很高興有機會來跟香港中演團合作 記得在我很年輕的時候 二十多歲的時候 我是台北市民國樂團的團員 當時就 香港那時候的音樂 中演團的中間 胡大江先生 盧亮輝 還有華安元先生 當時他們也來台灣訪問 所以我們那時候有結緣 但是這個之後呢 來香港好往都是指揮別的團 比較難得有機會跟香港中演團合作 那真的很高興就是 顏總監在去年 有探尋我的一些時間 也希望介紹 我有一首一隻水小的作品 給香港的觀眾 所以我當然就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來 前來 然後 也很高興就是說 像我在1992那時候寫的 一隻水小的作品 當然在2005年 我有做了一點修正修改 然後這首作品 我們講一隻水小 當然就是從 這陰陽五星八卦裡面的一種取緣 這是我在寫作上面 地球最簡潔的方式 所以可能用比較單純的 樂器的影響去模擬 大自然 從生 各種的方式 來描寫各種現象 然後到最後轉太極 那其實是一首蠻有意思的作品 那也希望這次香港的愛樂者 能夠 給我指教一下 我相信這次的曲風上面來講的話 可能我們有看到 河北風 然後雲南回憶 西南風 然後這個 沈北四章 三白清淮 那跟我的一隻水小 基本上 取差於文明的一些宇宙觀 但是是用整個樂器的奇想 影響去引起你對這上面的一種感覺 我覺得這場音樂會的呈現應該是 很有聽口 就是請香港的愛樂者 你們家有時間的話 一定要抽空來聽聽 聽聽看 加爾中藝團 這個獨家的風采 跟一些新的 就是我寫的新的作品 最終不就是 我們去哪一隻海高 在哪一隻海高 我們去哪一隻海高 跟海高 什麼 竟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